主要就是昨天的盘后 昨天的盘后 台积电他所公布的 就是他的10月份的营收 反而是呈现一个往下衰退的一个情况 就是越减了 越衰退的这样子 将近快10%左右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所以导致于就是说 在整个的一个 在整个的一个 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一开盘 其实台积电的股价就呈现比较相对弱势 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 所以其实昨天的一个盘后有提到 那对于台积电来讲的话 利用今天的利用昨天的这个利空 去往下去跳 往下去做一个就是这个缺口的一个回补 其实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我觉得早点把这个缺口回补之后 去做个交代 也还是能够守在这个季线之上的话 其实表示说台积电的整个多头的架构 还是并没有被破坏的 那早上一开盘开在600的这个整数的价位之后 收今天的最高 就表示说其实它的整个强度 还算是很强的 那既然有回补了缺口也去做个交代 那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包含在整个的一个就是金元三雄的部分 同样也是有这样子就是回补缺口之后 是手稳在整个季线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走法 搭配的量能适度的去做一个萎缩 只要能够手稳在季线之上 那加上这个季线仍然是持续往上 持续往上的这样子一个情形的话 其实这边的支撑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那稍作休息个几天之后 还是有继续往上挑战高点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其实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包含在整个的一个 金元三雄的世界先进也一样 这两天就顺势的压回去回补了这个缺口 所以其实也还是一样守在季线之上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其实反而对于之后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就反而会比较具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